好,长洲啊,说人才房啊,可享受啊,三年零房租,啊,这个真的是非常好,啊,因为现在我们说这个房子多的都已经说没办法多的太多了,嗯,我这感觉好像一个人可以住十套房子,你这样的话年轻人们,这个,这样挺好,这样好,啊, 啊,10月2日,啊,10月20日,长洲高质量发展大调研,继2023年全国主流媒体看长洲采访调研团来长新啊,什么社区吧,啊,对于能可以留在长洲的人才啊,是每个月提供800到1600块钱的补贴,啊,嘿,真的也好,啊, 嗯,但这个美,有一个稍微有点不美,不美的就是人才他已经是强者了,是吧,强者还有没有必要再用,就是福利嘛,他一般是倾向于弱者,是吧,是给弱者,啊,补贴的,啊,你要说他的逻辑就是,因为他是个人才,留在这里呢,他可以带来更大的这个利好, 就是利润,那就是你要给他补一千六,啊,就是你已经有钱可以补一千六了,那就给这个,穷一点的人补两千,行不行,是吧,你已经有能力补一千六了,要留着他,他又给你,要赚了钱了,你不可以补两千吗, 给穷人,给弱者,这个逻辑就通了,人才已经是强者了,怎么还拿纳税人的钱,贴的身上贴的干啥,逻辑不通吗,哎,说他,他,他可以赚来更多的钱,那你弱者就不补的应该更多吗, 讲一下我这个,观察到一些个故事,比方说,啊,这个二奶村城中的,还有都齐的,一个村民呢,一个人,这一栋楼可能就有一百套出租房, 一套呢,就是两千五到三千块钱左右,一栋楼就一百套,你想吧,你十二层高,一层是这个,八个套房,一层,一栋是多少,九十六吗,啊,我这个在七厨八厨,是吧,他给工作人员还用什么的,就九十套,是吧,呃,比较强厉害一点的,这个, 本地农民就有四套五套,还是四栋五栋的,还是不奇怪的,那这样子,啊,有这样的一个,啊,机会,比如说从这个地方走到,小渔村那里的人,他本来是本地人,但是不过他走了,啊,他又回来,啊,回来呢,也要,要,也要见,啊,就是这帮人呢,他专门有一个,在一个地方, 啊,聚集了一片也是,这里被号称是最大的二奶村,啊,聚集,也有这样的,但是他们就是小湾湾,啊,小,啊,小渔村的人,啊,哎呀,我这个大思想家,这个传播思想真的是难的,你看,哇,苏格拉底也不被泼吸水吗,哈,泼一身, 然后,碰到了什么情况呢,然后就是,啊,不是这个,很,怎么说呢,不是很温柔的吧,就要全部收回,那个,风格亡命在天涯还讲过这些个东西了,啊,收到哪里去呢,啊,所谓的这个,国有,国有要来给你们管理这些个东西,大家能理解吧, 你看这个,哎呀,那等一会儿可以吧,啊,不是很温柔的,给你收回去,啊,然后统一,搞成了这样,就是这里说的这个东西,啊, 你想这里,这个甘蔗可以吃多少头,朋友们,吃一头,吃一头,我觉得都可以吃八头,可以,这个感觉,这个,啊,被风格表扬的,啊,说这个,啊,这个,啊,是这个,说这个,档次也提高了,啊, 啊,国营的做二房东嘛,就是这样,房子是谁的呢,小渔村的,啊,其实他们是原先的原住民,如果纯纯的小渔村也,也没机会了,原住民,真的他们甘蔗也吃了好多头,是吧,走着去的, 汤子水走着去的,他的人生故事,七几年,做了米其林,三级,三级,三星厨师,这里吧,还有两千平米的房子,人有多少房子,天哪,啊,然后呢,都是人才,大家看好啊,补贴就来了, 你说这个账,你说怎么算吗,这个账,算得清吗,大家,这就是发生在我们这里的故事,所以说那个风格,亡命天涯,他表扬这个东西,我也不知道他难得什么心了,反正就是啊,